第五 植氧 當你每天在刷牙的時候 絕對不會想到 其實你擠出的牙膏 不只能夠美白清潔你的牙齒 還可以使用在多充用途上 歡迎來到腦不急 今天要來看五個牙膏 藏你的神秘用途 第五 植氧 炎熱超濕的天氣 蚊子也大量置身 許多人都變成蚊子的美食大餐 如果家裡沒有藥膏的話 可以使用牙膏用來治癢 牙膏中含有天涼香料 甘油 生薑油等成分 這些成分可以多少有消炎治癢的作用 所以不只是蚊子 任何蟲類咬都可以使用牙膏來治癢 只要擠出一點點牙膏 塗上被咬的地方 你的大腦接受皮膚上清涼的訊號 能夠快於被咬的燒癢訊號 等於騙了大腦忽略那些燒癢的感覺 但是如果被蜂蜜或是有爐的蟲類咬傷 還是要趕快就醫喔 第四 鏡面 牙膏也是一個非常容易移除刮痕和物質的物品 時常使用手機的我們 螢幕用久都會有一層清不掉的刮痕痕痕跡 只要擠出一點點牙膏 然後輕輕的塗抹在刮痕痕跡上 然後等牙膏乾掉後 再使用絲毛巾擦拭掉牙膏 就可以看到閃亮亮的螢幕了 相同理念用在光碟上 眼鏡 手錶 鏡子 任何有鏡面的物品都可以使用牙膏來清潔 而且也因為牙膏含有研磨劑可以使用在不鏽鋼表面的物貢 第三 鞋子 近年來白色球鞋非常流行 但好看歸好看 白色球鞋始終容易沾到物質 需要時常吸 但是有時候效果又沒那麼好 你可以試試看用牙膏 牙膏性質溫和和抹擦劑可以去除物質 加上軟毛牙刷的輔助之後 用水洗到牙膏就可以重新用一雙新鞋了 拿牙膏混合鞋油擦拭皮鞋也會有更好更亮的效果 第二 海報 有在收集奇怪形成海報的人應該都有一個困擾 想要將海報貼在牆壁上卻又不想釘釘子 或是使用膠帶又怕一張油漆破壞掉 不用擔心牙膏也可以拿來當黏貼劑 將海報視角擠上一點牙膏 就可以輕易的將海報黏在牆壁上 如果想要拿下來只需要用水洗掉牙膏的部分 就可以輕易取消了 這樣的話可以將自己的房間布置得漂亮 還可以不用被房東或是罵罵罵 第一 除臭 喜歡煮飯的人都應該知道 處理海鮮或是切大蒜、洋蔥時 手上都會留著那些味道許久 不管用多少的洗手液還是洗不到那個味道 因為這些食物會滲透到手部的皮膚細胞內 讓手部留下難以除去的性臭味 用牙膏可以簡單的洗掉雙手和指尖上的味道 而牙齒和指甲因為都是由法郎子構成的 所以牙膏對指甲也是有幫助的 這麼小小一個每天常用的物品 卻被忽略了它的功效 所謂黑瓶子裡裝醬油 應該就可以用在牙膏身上吧 你們今天補腦了嗎? 喜歡這個影片可以幫我按喜歡和分享 想持續追蹤可以按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goodbye пя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